各位Fortune Insight的讀者好 我是李世文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財政預算案 波叔其實是有一點起出望外的另案 起出望外的意思是大家都說到他非常不濟 問心那句我其實覺得做官的事 只要你不犯錯就已經是很好的 很多人就說財政司不夠進取 其實他們想說就是花不夠多錢 花不夠多錢給他 本來如果你加上經常性開支和非經常性開支 其實已經是一個赤字預算 陳茂波就用了一個財技房屋儲備金 就吊了二百多億出來 這樣才剛好可以平衡那條數 其中一個很令人勾頭的地方 他很仔細很具體 就代表了他已經有都幾詳盡的計劃 他就說他會用二百億去買六十個物業 總共就為一百三十個機構 就提供服務給百萬多人 就包括那六十個物業在哪裡 通常他一說在人口籌密的地方提供給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我想到的一定是住宅區 甚至乎很多會是公屋的區 在公屋區哪裏有人可以賣到平均每件物業三億 我大概換轉 赤價大約一萬六元 賣兩萬尺 他怎樣都走不走 一定要和零錢賣 但反過來 如果我是業主 我明知道你想來買 我會不會拖高一點的家庭 如果是長者社區變成長者社區 你還有幼稚園在那裏 你知道其實是有一個落差 問題就是你如果跟幼稚園說 其實這裏的小朋友都越來越少 不如你搬吧 結果怎樣 你不用搬 我在旁邊買一個大位做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好嗎 哪怕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 然後突然又說 其實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都不夠 我們是要留宿的老人院 結果我們又要再賣一個地方 開一個老人院 如是時候其實你永無止境 因為你其實不是處理沒有土地的問題 而是處理土地使用沒有效率的問題 至少在過去由0.5.0.6到現在十幾年 一直以來政府的思維都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錢 有什麼問題我們要找錢解決 怎樣找錢解決 請人 所以不斷解決問題的方法 都是增加資源增加人手 這兩樣都解決不了 我們增加土地 土地增不到 不要緊要找錢去解決 現在其實是沒有營運 沒有效率 而不是投入不夠多 每年財政預算案 不是只是說我明年要花多少錢 你看股東業績會都是 我公佈業績 我都說上年究竟 Promise下的一些結果 我是一直公佈 甚至乎如果我的指導 做不到 我不是等業績會說 我中間已經要開箱說 問題就是我們公共行政透明度很低 很遠 極其難道 我喜歡這些 向地消息 做不到